嗨大家好 我是這個禮拜天有台北簽書會的微騰 7月19號禮拜天 在台北金石堂書店丁州店 下午2點半開始發放號碼牌喔 憑微騰的簽書夢想為微騰 兌換一張號碼牌 有拿到號碼牌的朋友呢 可以拿到限量的造型鉛筆跟草稿圖喔 如果禮拜天有空 想跟阿潭見面的朋友可以一起來玩喔 另外因為目前還在防疫階段 大家記得戴口罩喔 對了 這個月又是我們的結算月了 在這邊跟大家複習一下 每次觀眾投稿呢 一旦採用製作成微鬼化後呢 一則故事阿騰都會捐贈500元 給愛兔協會喔 那感謝過去三個月有投稿 並且製作成功成微鬼化的各位 收據在這邊 謝謝大家的愛心 好了 進入正題 在故事開始前 一樣想先問問大家 你常做夢嗎 你相信做夢可以把你帶回過去 或是讓你預見未來呢 我自己是一個常做夢的人 而且常常做了一個無法解釋的夢 而剛好有位讀者 也投稿了一則懸疑的夢境 好了 廢話不多說 狼狼子 如果想支持微騰的話 遇到廣告 可以幫我多看 10秒鐘 故事 開始囉 還記得那是一個高中的夏天 當時我跟班長的幾位同學 參加了一場反讀宣導的舞台劇 因為是要參加比賽的舞台劇 我們常常可以假借出公差演練之名 一整個下午都在禮堂做練習 你怎麼可以吸毒 喔 吃卡琳啊 吸毒 貝 這樣不可以 七胚 哎呦 阿你沒試過 怎麼知道是毒品貝 不然你也來一口啊 你就知道哪有多快樂 八胚 對啊 你沒接觸過 怎麼可以說是毒品呢 海賊網有沒有看過 這不是毒品 這是嗨嗨果實啊 我過 少來 吸毒又是不可以 九胚 就這樣 我們每天用出公差的名義 窝在禮堂裡面 過著愉快的下午 而就在某一天 哼 哼 午休結束了 差不多要去禮堂了 喔 好喔 等一下啦 你們先去 我等等再上 現在不方便 哎呦 不方便 嘿嘿嘿 我聞到薄雞的味道喔 哎呦 大家來看啊 土豆薄雞啦 欸 薄雞猫啊 大家快來看了 土豆薄雞啦 青春的薄雞啊 熱騰騰的 快來看啊 咖啡 一群垃圾 不要晚了啦 你們趕快去禮堂啦 快一點 嗯 此時 膠質走廊外面 突然傳來了菜菜的呼喊 哇靠 平常就有你最會摸 今天吃錯藥喔 還要趕我們去禮堂呢 我們一群男生 三三娘娘的 前往了禮堂 而那天不知道為何 總覺得天空異常的不尋常 整個世界就好像是 老照片拍出來的 一樣斑駁 有如走進了時空隧道 你們不覺得 今天好怪怪的嗎 要下雨了吧 不是啦 我是覺得哪里怪怪的 就這樣說不出來的奇怪感 加上一走進禮堂後 可 靠北喔 現在是怎樣 平常空無藝人的禮堂 居然全部坐滿了人 怎麼那麼多人啊 你們要幹嘛 慢吞吞的 全部人等你們 快上台 演練給同學看 哼哼哼 被沒見過的老師折罵後 一陣猖狂的 我們跑到舞台後面做準備 現在是怎樣啊 只等老師有說要演練給學校看嗎 誰知道啊 要表演要先講啊 快一點啦 等等要被罵了 靠 那個老師你們知道是誰嗎 欸我沒看過耶 還有台下同學怎麼也沒看過啊 還有我們學校學生多了跟螞蟻一樣 你會記得每隻螞蟻長怎樣喔 快啦 別廢話 蔡蔡已經在台上等我們了啦 而就這樣 我們一群人 在台上開始了我們的表演 喔 NO 吸毒 不要假K 會變假K少年 你會平尿 你會上癮 你會拖累家人失去健康 喔 都你在講 沒試過你怎麼知道 不如來一口 你就知道 嗨嗨果實的能力了 對啊 這很讚耶 我自己也帶一件 就一口咩 現在吃又不用錢 不喜歡就不勉強啊 而在表演的時候 不知道是因為聚光燈的關係 還是場內真的陰暗 我們在台上往台下看時 所有的同學都沒有任何的表情 沒有任何的回應 甚至連笑都沒有 靠 他們怎樣啊 連笑都不會笑 對啊 台下安靜到我以為他們在手鈴耶 欸現在怎樣啊 最後整場表演都結束了 而就在我們在舞台上 對觀眾一舉公時 靠 這幫木頭終於有反應了耶 而當我一抬頭 看向舞台下方時 硬得咧 現在怎樣 台下的同學一邊拍手 臉上一邊露出詭異的笑容 而且還笑得很開心 現在在球很小啊 欸 威特 快看脖子 蛤 蛤 脖子 蛤 蛤 蛤 這 這是什麼 此時 我們台上四個人 脖子上都出現了一圈麻繩 觀眾們的掌聲持續拍著 就好像接下來才是他們的酒秀 蛤 搞 搞屁喔 現在怎樣了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蛤 蛤 蛤 我不要 蛤 蛤 蛤 晚上的九點 我在學校禮堂後面的休息室醒來了 其他的同學也都睡到我的旁邊 現在都幾點了 怎麼還在學校 老師破門的路 臭罵了剛睡醒的我們 而我們也不懂 為什麼我們會睡在這裡 啊你們平常出公餐一個下午 不見我沒說啥 啊 現在給我直接睡到晚上 把學校當旅館啊 要不要給你room service 客房服務送餐點啊 啊 沒有啊 老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在這裡啊 而且我跟你講 我還做了一個夢 夢到我們在演練一個全校看耶 蛤 等一下 你 你 你也做這個夢 蛤 蛤 什麼意思 你也做夢 欸 我 我也有 我 我也是 不約二同的 我們四個人 居然都做了相同的夢 而且 結局也一樣 靠 我叫你們來演練反毒品舞台劇 結果你們現在跟我講這個 跟稀毒什麼不一樣 怎樣 太入戲了 老師 我確定真的 天地良心 算是小狗啊 恩 好啊 那不然我們現在去看監視器啊 我到底想知道 你們一整個下午到底在幹嘛 為了解決我們的疑惑 老師帶我們去看了監視器 也要看看 下午的我們到底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睡在那裡 結果 一回放監視器的內容 我們所有人都傻了眼 影片裡面看到我們四個人在舞台上 不斷地走位 講話 演練 但整個禮堂就跟平常一樣 完全沒有人 不像夢中看到的全員坐滿 而重點是 在舞台上面的角落 有一個黑色的影子 那個影子 在夢中就是那個老師站的位置 到底這個夢 是真的還是巧合呢 我們又是演給誰看呢 現在都不得而知了 故事 說完了 這個故事啊 算是蠻有趣的 我個人說他故事的時候還蠻喜歡的 第一次看的時候 哇靠!很讚耶 有一種很深很深的懸疑感 忍不住又看了第二次 結果再看第二次的時候 哇靠!這故事有BUG啊 投稿人在文章裡面有寫到 他在夢中的時間是1988年 民國60年 等一下 1988年是民國77年啊 這時間錯亂有點嚴重啊 不過還是很感謝提供 這樣有趣的故事喔 但下次投稿前 記得再審視一下喔 嗯!對了 上禮拜呢 是阿騰的生日 收到大家祝福之外呢 我生日當天呢 去做了我最近一直很想做的事 那就是 去腳皮下腳底按摩 我超想做這個的啦 因為我平常常常跑步 腳皮很厚 在按摩店的時候 師傅一邊幫我去腳皮服務 哼哼好爽喔 哼哼 而大概弄了半小時之後 好囉 阿你的腳皮修好囉 喔!這個腳 好滑 好嫩喔 好啦 阿等等以後有師傅幫你做腳底按摩 我先幫隔壁這個阿宇去腳皮喔 就這樣 我的腳皮師傅 就跟隔壁的按摩師傅 兩個師傅就change 交換客人 結果 就在我享受腳底按摩的時候 欸靠阿姨 阿你腳上這個要去看醫生耶 蛤?什麼? 我的腳怎麼了? 阿你的腳長黴菌 長黴菌耶 黴菌?會怎樣? 阿捏你會傳染給別人 會傳染啊 哼哼 那個阿姨長黴菌耶 剛剛那個幫他按摩師傅 阿不就手按到黴菌了 哼哼哼 好可憐喔 會傳染耶 哼哼哼 嗯?等等 是你剛剛幫矮按摩對不對 欸按摩有沒有消毒啊 欸你有沒有洗手啊 欸靠腰你不要不講話啊 故事2 未來夢 我做了一個夢 但這場夢 真實的好像曾經發生過一樣 這是一個關於未來的夢 那天是一個普通到不行的早上 我像一般日常早起刷牙洗臉 並且走到了餐桌 吃著老婆給我準備了早餐 啃著麵包的我 又栽著看著新聞快報 政府宣布的多餘除去法令 現在進行的非常順利 民眾的反應也非常熱烈 吃完早餐後 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準備要出門工作了 但要出門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老婆跟小孩 一臉心事重重的看著我 而我見到他們一點擔心的樣子 我也卻只說了一句 沒事的 晚上我就回來喔 不用擔心啦 今天的工作是要搭列車到外縣市開會 而因應政策的關係 政府蓋了最新的列車 每個人的座位都有如飛機的商務艙 包覆式的小包廂 座位前面還有螢幕可以點選茶點 看影片 甚至還可以躺平 座位非常舒適 可以不用被其他乘客打擾 但不知道為何 每個人的臉 看起來都是無法享受這一切似的 而烈色開始行駛了起來 嘿,那個 我可以跟你打擾嗎? 此時 我的座位開始通話了起來 是我後方座位的人 正在跟我通話 嗯,好啊 有什麼事嗎? 不 我只是想找人講話 有點緊張 對了,你要去哪裡? 我啊 我要去台北啊 我,我也要去台中 你是,你是要出差嗎? 對啊,一個月一次 不知道這一次有沒有那麼幸運呢 對啊,不知道有沒有幸運呢 沒想到一個月這麼快就過了 是啊,沒辦法嘛 這一次無可奈何的啊 不知不覺 我們聊著聊著 廣播就想了起來 台中,台中站到了 請台中下車的旅客 準備按下下車鈴 此時 車上的廣播顯示台中站到了 喔,我的站到了 我,我先走了 謝謝你陪我聊天 掰掰 嗯,掰掰 後方的陌生男子 按下了座位上的按鈕後 地板出現了一個洞 把他整個人跟座位 一起吞了下去 原來在這台列車 所謂的下車 是連洞都不用洞 就可以直接把你 傳送到車站的出口 未來還真是方便啊 唉,科技發達 有好也有壞啊 就這樣,稍作休息後的我 過了一段時間 台北,台北站到了 請台北下車的旅客 準備按下下車鈴 嗯,換,換我了 此時換我忐忑不安 按下的下車鈕後 跟前面的先生一樣 我連人跟座位 一起掉下了底下的黑洞 並且進入了一個 類似隧道的地方 就像是滑水道一樣 我一直在往前衝 四周好黑暗 我只能看到前方的出口 是一陣白光 剎那間 一陣刺眼的白光 照到我眼睛張不開 嗯,嗯,嗯,嗯 當我回過神來 我正正在活著站前 哼,哼,哼,太好了 我還活著 明明只是出個差 卻到達目的地的我 不自覺地感動到生命的可貴 哼,不讓那個先生 他有沒有一樣幸運 太好了 可,可惡 我,我被養死 我被養死了 啊啊啊啊 我被養死了 原來 在未來 人類因為科技發達 已經到了不死的境界 人不死 人口就會過量 而為了解決人口的問題 政府頒發了多餘除去法 會隨機的讓不適任的人類 在交通通行中被銷毀 直接活葬 來解決人口的增長 故事說完了